今天的这个评点金平梅啊 咱们的主人公是西门庆 人家西门庆在上两个章节里面 西门庆道出了几百年来 亘古不变的爱情大实话 这几句爱情的大实话相当的精辟 这几句爱情的大实话 那是相当的有道理 那么我们就用现代汉语 来把古代汉语西门庆的画 我来给大家呢翻译过来 我们一块来看看 看看人家作者兰陵逍遥生 在几百年前 从这个金平梅问世 到现在最起码得有六百年左右了吧 六百年前 作者的犀利的手笔 把这些实话给倒了出来 首先我们讲 西门庆告诉了我们大家 第一个实话就是 环境能够改变人 你看当那个西门庆去找王六儿的时候 先是跟韩二撞了个满怀 然后他进屋 就跟王六儿是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非常的开心 开心过后呢 西门庆就对这个韩六儿有所总结了 他说啊 他说王六儿 你生在这青河县这个农村里面啊 亏了你了 你要是生在这个东京汴凉城 就凭你刚才跟我那种万种风情 你肯定 如果你要嫁给个大官的话 你一定是红颜祸水 就比喻 他的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说 你肯定能够左右这个大官 能够左右得了他 你有这个魅力 你如果是在青楼 你有可能是东京汴凉城的头牌 你关键就是生在了这个小地方 所以呢 我们大家想一想 你看啊 就是直到今天好不好 我们说很多的 一些有志的青年 他就一个目的 就是要去大城市发展 好多听友说 在北京生活 在广州生活 在北上广深 这类一线的城市生活多累啊 很多的年轻人 大早上起来六点就要赶地铁 到晚上八九点了 再坐地铁回家 每天上班的路上 得三四个小时 你图啥呢呀 你回来呗 但是你看这些人 他再喊着泪 他不回去 为什么 这就叫做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西门庆其实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 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人 因为越是在大城市 你越有机会 你越是在小地方 你也就是说白了 按部就班 上个班 挣个死工资 所以呢 当你把西门庆 他说的这番话 你能够理解一下的时候 你就明白 为什么直到今天 很多人 尽管在北上广深 当北漂 住地下室 他生活的 很艰难 但是他不愿意走 因为在那儿 有更多的机会 在等着他 同样 王六尔这个女人 如果生活在 东京汴梁城的话 她的机会 要比在清河县 多得多 所以这是 西门大观人 给我们讲到的 第一点 另外 第二点 西门庆其实也给我们 道出了一个 直到现在 依旧通用的话语 叫什么呀 叫做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你看 西门庆说了 说你在东京汴梁城的话 你会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嫁给 当地的大官 再有一个呢 你就可以去这个青楼 当头牌 那 西门庆 能够对王六尔 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说明王六尔 是有他自己 绝对的一个 长处的 换句话讲 王六尔 如果第一开始的时候 他早早的认识西门庆 他嫁给西门庆的话 他也就不会出现 跟这个韩二 跟这个韩道国 这些烂七八糟的事情 王六尔这个女人 其实说白了 她是一个比较贪图 物质享受的女人 这种贪图 物质享受的女人 只要遇到这种 经济条件特别好的男人 他一般情况下 都是会同意的 就像他找韩道国一样 韩道国在原书当中 我们最早介绍的时候 说他是一个破落户 那么在他破落之前 他还是有一定的家境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家庭条件 他娶不到王六尔 这样一个大高个的美女 他也娶不到 所以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到后面紧接着 西门庆在和王六尔的对话当中 便引出了第三个 西门庆说的大实话 就是西门庆问他 你有多高啊 是吧 这个你懂什么什么吗 王六尔直接说了 说 哎呀 我这个没上过学 啊 我不懂 西门庆告诉他 女子无才便是德 后面那句话就是 女人长得好 就是一切的资本 对不对 西门庆其实要谈出来的 就是这句话 你只需要长得好 就足够了 剩下的事情 不用你去考虑 所以这样一来 结合我们当下 大家在网络上啊 在什么快手啊 抖音上 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励志的话语 这个励志的话语是什么呢 就是男人的事业就是形象 女人的形象就是事业 你看看 他跟现在当下网络的这个流行的这种话语 是完完全全能够贴到一块的 女人只要长得好了 他不愁嫁 男人只要你干出来一番事业 你能够体现你自己价值了 你也不愁找个媳妇 亘古不变 几百年前的真理到现在依旧是通用的 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男统治 你不求上进 包括听我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 尤其是我们一些这个做长辈的啊 你不妨把这些话告诉给你自己的晚辈 告诉给你家的一些这个年轻人 奋斗吧 男人没有事业 你就什么都没有 男人没有事业 你真的在这个社会当中你就混不下去 男人就是要干出来 你得有自己的一番成就 而女人就不一样了 女人长得漂亮 换句话说 就算高考败北 照样 人家不愁嫁 这句话不对吗 我们说再丑的女人 她最后也能嫁得出去 但是再穷的男人 最后她必定是守光棍 没有办法 这就是几百年来不变的一个真理 话虽然不好听 但是这就是在我们老百姓当中 一个实实在在的道理 有一些男人可以一辈子一事无成 人家是富二代 人家是官二代 你是吗 你如果不是的话 你也不去奋斗 你也不去努力 那你没有事业就没有形象 一个没有事业 没有形象的男人 你不就像书中的韩道国一样吗 韩道国 我们说韩道国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 他聪明的程度达不到西门庆那个水平 但是韩道国他算账 包括应伯爵说他 都说这个人有才华 可是对于这种没有事业 仅仅是有一个小才华的男人 他的妻子首先跟他的小叔子 跟他的弟弟有了不正当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弟弟能够给他嫂子花钱 第二 我们再看西门庆之所以能够把王六弄到手 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韩道国的无能 韩道国在西门庆面前的的确确 他不是一个断位的 所以说王六弄一次次的选择背叛这个韩道国 完全在情理之中 王六弄这个人 他就是一个追求物质的人 但是我们说啊 这个情节呢 大家继续往后看 随着后面一些章节 你会发现这个王六跟韩道国啊 这两个人有点奇葩 到后面你就知道了 咱们就先不剧透了 你继续听好说 大概270集之前 肯定能够讲到 这两口子是非常奇葩的两口子 那么西门庆在跟王六尔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与他的交谈当中 还透露出了第四点大实话 就是外界的诱惑 有的时候一多了 什么海枯石烂心不变 有可能都会土崩瓦解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王六尔跟韩二 王六尔跟韩二 两个人第一开始听好吧 到不管是韩二自己在赌场门口说的那番话 还是这个西门庆在黑夜大佬当中 问到韩二讲的一些东西 韩二其实在书中给我们传递出来一个信息 就是在过去的那几年时间里 这个王六尔跟他还是很甜蜜的 因为什么 因为韩二能够给王六尔带来经济上的改变 可是当西门庆一出现以后 王六尔立刻对韩二改变了态度 他对韩二开始不屑一顾了 韩二直到在最后一次跟嫂子见面的时候 他还给他带去了这个驴罐肠 驴罐肠尽管不值什么钱 但是是韩二的一份心意 韩二之所以把家里的东西典当了 想去赌场里面捞钱翻身 也是为了王六尔 他为的就是能够找回过去和王六尔的那份甜蜜 这份甜蜜很显然 作者在书中又告诉了我们 就是你 韩二得有钱 王六尔才会跟你有着甜蜜的生活 可以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细节 看到整个王六尔他的一个心态的变化 他对于韩二已经是变心了 他已经完全钟情于西门大观人 因为西门大观人给了他更高的物质追求 甚至给他雇了一个 不应该说叫给他买了一个丫鬟 这个能给他买一个丫鬟的男人 可不简单 到后面 这个在书中 西门庆不止一次的说 说牛皮巷这个地方真不是人住的地方 牛皮巷这个地方住的太不舒服了 那这就是一个前台词 到后面的时候 西门庆还有对王六尔的一个大手笔 就是给他买房子 你看 人家王六尔找的这个西门庆多好 达到了他的理想值 所以他就不会再跟韩二继续下去了 所以我们讲 什么爱情的海库湿难 而是外界的诱惑没有达到一定的值 当外界的诱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有可能你的感情就会出现土崩瓦解 变质了就 这个对于我们一些失恋的年轻人而言 尤其有过这个两个人之间闹矛盾 最后分手 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 包括我们一些人到中年的朋友 回想回想过去 自己在爱情道路上的一些坎坷 我想你会颇有一番自己人生的感触的 好 以上呢 是我给大家讲到西门庆 讲出来的关于这个婚姻爱情方面的几句大实话 那么在书中呢 还有一个情节 这个情节 我们有一些听众感觉理解不了 就是西门庆 在问到王六尔时候 说 你跟这个韩尔过去有没有那事 王六尔说 有 西门庆马上又问 你跟他这个次数多吗 王六尔很坦诚的就说了 说次数不少 那么 好些听众就觉得理解不了 这个王六尔为啥要把这个事说出来 我跟你这么讲 西门庆问他的原因 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窥探别人隐私的心理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奇心 西门庆本身就知道 当时他跟这个王六尔 韩尔两个人当时被抓送进衙门 说他们伤风败俗 但是那个时候呢 作为西门庆当时 他没有去留心这件事 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真还是假 但是今时今日 当他撞见这个韩尔的时候 他立刻在进屋的那几秒钟的时间里 他脑子里想了很多 他现在就有一种好奇的心理 这种猎奇心就决定了他 问出来这个问题 而王六尔这个女人很聪明 他聪明就聪明在哪了 在一个男人面前 他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西门庆 他对西门庆此刻能够坦言这些东西 其实他表现的就是自己的一个真诚 我们很多听友说了 说西门庆那不腻外他 就他这些跟他自己小叔子这些事 西门庆不恶心他 我告诉你 西门庆不会恶心他 也不会厌恶他 为什么 因为西门庆找他的时候 他就知道王六尔已经是个已婚的妇人 而且换句话讲 如果一个把这个真草 把这个明节看得特别重的一个女人 会答应冯妈妈直接来这拉皮条吗 西门庆其实找王六尔没费摧毁之力 他就是找了个冯婆子 就是单刀直入 你就直接跟他说 我就想跟他那什么呢 搞地下呢 我就想跟他在一块呢 你问他同意不同意 西门庆这次跟以往的时候 是有一些区别的 因为他此刻已经有位置了 我们说评点金平梅这个小栏目 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极数你来收听 西门庆的内心变化 是伴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发展的 在之前的时候 他不论是去找李平儿 孟玉楼 这个潘金莲 他那个时候的心理 跟他现在的心理是不一样的 他现在去找这个王六尔 说白了 我就是高高在上 你就是最底层的一个女人 我就直接聊天说了 你同意咱要同意 不同意就拉倒 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那么王六尔既然能够同意 西门庆心里也明白 你也不是个什么绝对的这个真洁之人 那么这个时候呢 王六尔的心思很细腻 当西门庆问到他这些话的时候 干脆我就坦坦诚诚的对你 反倒让这个男人觉得 我对你很实在 那么我们大家也可以联想一下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听众 包括有一些已经结婚的听众 很多听众 你在过去搞对象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爱问一个问题 你能告诉我吗 你过去谈了几个男朋友 你跟你男朋友都那个什么吗 是吧 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 可能都问过这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女的跟你遮遮掩掩 你反倒疑心更大 但是如果你的女朋友 如果你的这个这个对象 对你非常的坦诚 啪一下就告诉你了 我过去啊 谈过一个是什么什么情况 怎么怎么样 我过去谈过两个 是什么什么情况 怎么怎么样 你的心里会是怎样的 你肯定觉得 这个女人能够如此坦诚的 把她的过去都告诉给我 说明她对我是真心的 反之 如果这个女的遮遮掩掩 哎呀你别问了 我不想谈这个话题 以后咱们不谈这个话题 如果这个女的这样去说 你会怎么想 坏了 我这个对象以前还指不定怎么地呢 你百分之百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王六儿齐高一招 他直接就给西门庆 直接了当的 我什么都告诉你 反倒 让西门庆觉得受宠若惊 六儿跟我啊 就是一心 所以啊 各位听众 当你们听到这儿的时候 爱情道路上有什么不会的 你们啊 就来问我西门庆 毕竟我是过来人 对呀 大家以后啊 有什么不明白的 就问西门大官人 我和西门大官人的故事啊 还会再上演好几集呢 我是六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哦 好了各位听众 跟大家逗一逗 开开心 这个王六儿和西门庆的 这个故事当中呢 建议大家看一下原著啊 原著写的比我讲的 要更加的精彩 金平梅这本书 还是这样一句话 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听众 你去看他 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包括就是你本人好不好 二十岁看 三十岁看 四十岁看 六十岁看 你对这本书的参悟 会有不同的理解 金平梅这个书 真的是非常的好 这本书呢 简直就是 道尽了人间世事 人间百态 人间万象 他全部给你写了出来 行了 今天这集呢 评点金平梅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